今年法國五月的主題是香檳 香檳相信很多人都喝過 但如果去試酒會 怎樣才喝得精明呢? 香檳可以來自大牌子 合作社 還有很多細小的農戶 都有養製香檳 我們經常飲用的 都是沒有年份的Bloot 最能反映酒莊的風格 也是最入門、最便宜 去到試酒會 除了選貴的泥士之外 還可以選一些小件 例如Z 比我們一般喝的Bloot甜點 女士一定會喜歡 香檳也可以完全不加頭 即是Bloot Natural 酸度就會更加明顯 近年也都流行學會 釀製時浸皮久一點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苦澀一點 就要考養酒屍的功力 又或者年份香檳 能夠反映過一年的天氣 和中夕情況 價錢會比沒有年份的Bloot貴 香檳通常用三種葡萄養製 但也有只是用紅葡萄 薄葡萄養製的Bloom de Blanc 又或者只是用白葡萄 Sardonnay 釀製的Bloom de Blanc 這些一般都較少見 也都不容易做得出色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